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有澳洲的外长黄英贤 今天是举行了第七轮的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黄英贤在会中向王毅表达了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渴望 而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也指出 台海的问题已经是国际兼民主国家的事情 他认为接下来赖政府上任 会延续蔡政府的务实中道路线来处理两岸跟外交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访澳洲及纽西兰 成为近七年来访问澳洲层级最高的中方官员 似乎是有意缓和中澳紧张关系 王毅跟澳洲外长黄英贤二十号举行第七轮的 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王毅在会中指出希望澳方尊重中国主权 黄英贤则表示有提到台海议题 纽西兰外交部长比德斯十八号跟王毅会谈时 也向中方表达对台海紧张情势的关切 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与欢迎 并且承诺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接下来新政府上任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 就认为赖清德会延续蔡政府的务实中道路线 审慎处理国安以及两岸外交 近日惊吓海域的争端加剧两岸紧张 李大为认为目前的做法 首先考量应该是人道考量 避免冲突 最后才是对话寻求共识 他指出台海的问题已经不是只有台湾 跟中国之间的问题 而是国际间主要民主国家的事情 至于外交方面 他认为北京也不愿意看到台湾 真正变成领绑交 记者 汉衣包组综合报道